现在时间8月9号中午的11点半 我们看今天早盘整体市场走出一个震荡性的行情 我们先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分时结构图 我们看今天早盘走出一个低开之后震荡走高性的行情 接着中午收盘上路上涨10点02点上的付0.31% 同时我们再看一下生成率上涨0.19% 以及创业版纸上涨0.73% 对于后商进怎么来看 我们看到今天整体从指数表现比较不错 但是粮食加在一起超过2700家个股是下跌的 也就是多数个股其实我们看到是以震荡回落为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在这两天重点强调的是什么 要看一下60均线的压力 以至于绿颜色目前是3257点 我们看今天早盘最高点是多少 3248点 有没有压力 目前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压力位 同时从量能上我们相比一下昨天还是一个缩量的态势 同时从板块上我们看到今天早盘是一些资源类 共气共热煤炭石油石化板块整体是涨幅剧前的 以及消费类科技的包括大金融类的目前表现相对比较弱 尤其是半导体板块 尤其是半导体板块 由于在昨天晚间 耶美达公司出具一份关于半导体行业的一份报告 所以说对于整体的半导体有一些的利空 但是我认为整体而言已经是突破了一个区间 突破之后震荡回撤 后期继续上行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加快了整体半导体的国产替代化 按照我们在这两天重点强调 最为重要的还是要等待数据 为什么 因为万事如链 每一个链条包括每一笔成交量 包括从均线的压力等等的 其实都说明什么 市场在这个位置就是在等数据的最后靴子落地 当然从结论上我们在近期重点强调 我们是等待8月19号的时间节点 我们是等待8月19号的时间节目